我是新疆开始是一名普通农民 我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八岁 双胞胎儿子五岁 现在我们一家五口 生活得非常幸福 国家提倡忧生忧郁 从我怀孕到孩子出生 卫生院给了我很多照顾 经常上门给我做检查 讲孕妇保健知识 定期通知我要到医院去孕检 我生孩子的费用也都有一宝报销 孩子出生后政府还免费打疫苗 还发放营养品 如今我三个孩子都很健康 我的孩子满三岁就上了幼儿园 国家还给补贴 孩子们在幼儿园有老师精心照料 而且吃住还免费 现在我的大女儿已经上了小学 学费全眠 将来孩子们上初中高中 也都会享受国家的免费教育政策 国家的好政策 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 2017年我和丈夫申请了 小二贴席贷款 开立家餐厅 现在我们每年收入十多万元 我非常感谢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 让我摆脱了贫困 过上了好日子 作词 小智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